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最近一场外交风暴让美国左右为难 因为美国非常需要印度用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 而加拿大是众所周知美国最亲密的老朋友 现在加拿大跟印度的关系降到冰点 因为画面中间这一个流亡加拿大的西科教领袖 六月遇刺身亡 三个月之后 加国总理杜鲁多出面公开指控 整个谋杀案是由印度政府主导的 因此惹到印度政府驱逐了加拿大驻印度的外交官 加拿大也以同样的手段先发制人 这个遇刺领袖主张印度独立成为哈利斯坦国 80年代分离运动曾经导致印度瘫痪 到了1984年 印度军队突袭杀害分离运动的领袖 之后总理就遭到报复被刺杀 引发了反西科教的大暴动 很多西科教徒就移到别国避难进了加拿大 加拿大现在拥有印度境外数量最多的席科教徒 2015年杜鲁多有四名席科教徒的部长入阁 2018年的时候 杜鲁多的印度之行被解读为 拉拢印译加级侨民选票 今年6月 席科教领袖叫尼贾尔 他在温哥华附近被枪杀身亡 凶手再逃 9月中杜鲁多出席了新德里G20之前 加国要求暂停双边贸易谈判 在G20上对莫迪提出抗议 也就是对印度总理公然抗议 表明在加拿大的杀人就是侵犯主权 现在杜鲁多再度公开指控 印度政府是这个谋杀西科教主的幕后黑手 正在调查印度特务可能涉案的可控指控 加拿大和印度的外交冲突急剧升温 周二 加国外交部宣布驱逐印度 驻加国最高层级的外交官 6月中流亡加拿大的印度 西科教领袖尼贾尔 在贝斯省温哥华附近的席客教寺庙外 遭枪击身亡 枪手开了数枪后逃逸 监视器显示 嫌犯开了一辆白色轿车 警方要求民众协助提供线索 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查出凶手身份 事发后当地席客教社区发起抗议 指控这是政治暗杀 三个月后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证实了这项怀疑 终于他在国会公开指控印度政府 是幕后指使者 杜鲁多表示印度特务在境内杀人 已经侵犯了家国的主权 尼贾尔的律师透露 早在事发前一个月 情报单位就警告尼贾尔 他的生命安全有危险 印度政府表示杜鲁多的指控缺乏证据 一切子虚乌有 杜鲁多在九月初的G20峰会上 面对面向印度总理莫迪提出抗议 但莫迪否认政府涉入 自此两国的外交大战开打 在加国驱逐印度外交官和 驻沃泰华情报单位的首长后 印度政府也宣布驱逐 加拿大高级外交官 现五天内离境 印度民众也发起抗议杜鲁多运动 他们认同政府的说法 批评加拿大是包庇 席习克教分离主义恐怖分子的天堂 加拿大与印度原本有望在今年底 达成一项贸易协议大纲 如今协商工作也暂时停止 45岁的尼贾尔 是习克教分离主义 哈利斯坦运动的重要成员 他们在印度西北部 庞哲邦进行独立运动 当地人口习克教就占了六成 1990年代许多习克教徒 因为印度政府的迫害 流亡到加拿大寻求庇护 尼贾尔也是其中之一 他随后取得公民身份 三年多前 印度政府将尼贾尔 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指控他策划杀害印度教牧师 杜鲁多在与美国总统拜登 还有其他盟友说明状况后 才对印度政府发动外交战 英国和澳洲外交部长 稍后也作出回应 美国在这场外交争端中的立场为难 加拿大是美国最亲密的老盟友 而印度则是拜登积极拉拢 用来制衡中国和俄罗斯的国家 美国两边都不想得罪 杜鲁多下一步是要拿出确切的证据 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TVBS新闻总和报道